年庚瑶跟皇帝之间还有一段瓷器的故事 这是雍正二年 这个年庚瑶最得势的时候 雍正二年呢 二月初九的时候有这一段记载啊 当时呢皇上就赏赐给年庚瑶呢 十二根这个领馆 其中呢双眼呢有两只 单眼呢有十个 对这些领馆呢 这个年庚瑶呢就在隔了三天以后呢 就奏折啊有谢折啊 谢折就是奏折 然后呢给皇上就感谢 他说的呢很巧妙 他说呢 臣呢 服毒法郎领馆 就是我趴在地上看这领馆啊 把自己说的很低 说制作精致啊 颜色焦丽啊 不胜M 非常喜欢这东西 所以呢 我只好写这封信呢 感谢你皇上的天恩 那我恳请你皇上呢 再照顾我一下啊 如有心智的法郎物件 赏赐一二 以满臣之贪念 臣呢不胜惶恐 就大概写了这么一封信 这个很有意思啊 他说的这句话中很重要的一点呢 是以满自己贪念 用了贪这个字 他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他实际上是向皇上撒娇 你知道啊 这大臣啊 比较有心计的 都知道在恰当的时候 向皇上撒娇 皇上是不在乎财产的 财产有的是 你跟他要 皇上不会小气 他想不想给你 他就是一念之间 那么他有点像我们 哎 人和人不熟的时候啊 半熟不熟的时候 人家说我送你来苹果 把他给用 你那串葡萄能不能 我看着挺好的 能不能再给我一串啊 这不是管你要东西 是跟你撒娇 年庚瑶就会这种撒娇 结果皇上就捕捉到了 雍正皇帝呢 在已满臣之贪念的贪子上 画了一圆圈 皇上说什么呢 他最后猪皮啊 红笔写的 法郎之物啊 就说你这法郎采 这种当然很这个 很精致了 将来会做很多的 我现在还有几件 我就赏赐给你 如果你不用这贪字 就是你不跟我这撒娇 我一件都不给你啊 所以呢 你能得到这几件 法郎采的东西 就借这一个字的力量 这是皇上跟他说的 所以年庚瑶跟皇上之间 互相多少 还有点调情 那么谁知道啊 就半君如半虎啊 一年以后自个下了大狱 两年以后人的命都没了 所以这事有时候 说不定是怎么一个结局 年西瑶由于有弟弟的 这个事变的这个创统呢 所以对皇上的这种 严蒙的施政手段呢 心存余悸 所以他出任这个都陶官的时候 就兢兢业业 不辜负皇上的重托 但是呢 年西瑶呢 他主管的是这个淮安的 这个税务啊 淮安你知道他离景的镇 非常远 他当时去景的镇一趟 来回就得几十天 由于年西瑶 他是这个瑶岭这个瑶务 那时候不像现在 现在你有微信有电话 你怎么都好控制啊 那时候你写封信都得跑好多天 所以觉得这么路途遥远 就管起来这种方式比较落后 不怎么满意 所以朝廷又决定呢 派另外的人呢 这个去都逃啊 那当时呢 经过雍正皇帝最信任的 这个十三帝啊 宜秦王呢 推荐 选中了在内务府当差的唐英 雍正六年的秋天啊 这个唐英呢 就启程了 两个月以后呢 就抵达景的镇 从此以后 玉瑶厂内的一切具体烧造事物呢 就由唐英去担当 那么 年锡瑶呢 虽然是这个总理陶务啊 但是呢 他只负责上传下达了 雍正六年以后啊 景德镇的都陶官 就由唐英啊 接班 唐英呢 是汉军郑白旗人 这个 他祖上呢 是郑白旗的鲍裔 鲍裔呢 实际上是满文鲍裔 鲍裔的这个一个译音 就是说白了 他就是一奴才 家里的奴才 那么他因为是家里的奴才呢 他就受这个满清贵族的一个信任 在康熙呢 三十六年的时候 唐英十六岁就选进了宫啊 在养心殿呢 为皇上服务啊 他一直在皇上身边 他在造办处呢 主管呢 是画样 你看他多才多艺嘛 他敢管这个画样 所以呢 这里有很多他的记载 他这里一干 干了多少年呢 干了二十年 你想十六年进宫 干了二十年呢 三十六岁 这段历史呢 对唐英的人生呢 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第一 他兢兢业业 在皇上身边嘛 一定要兢兢业业 第二呢 他身边全是高人啊 都是高师 进入造办处的这个师傅啊 都是艺术家 所以他也培养了自己很良好的艺术 这个功底啊 不管是绘画 还是书法 还是修养 所以呢 在日后 玉瑶厂呢 独逃期间呢 他就非常能揣摩上意 什么叫揣摩上意呢 就是非常知道皇上怎么想 因为他在毕竟在宫廷里干了二十多年 所以他到了景德镇以后呢 就知道如何推陈出新 他自个儿有良好的基础 雍正六年的时候 雍正皇帝已经五十岁了啊 这个他前两年刚刚把这个 新府大患 宁耕瑶给收拾了 又把这个龙科多也给收拾了啊 这一年唐英呢 其实也很大了 唐英都四十七岁了 那么这个受遗亲王啊 就是我们在电视剧里看都看得到啊 就是雍正皇帝的十三弟啊 十三爷的推荐 就到景德镇就去了 他后来写过一些这个著作啊 其中有一个叫陶仁新语 我们今天还看很多人写什么新语啊 他自个儿说啊 说我呢 雍正六年啊 秋天奉旨啊 来到江西以后呢 监视陶物呢 说刚来的时候 对陶瓷一窍不同 他自个儿说呢 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只能听工匠说啊 揣摩工匠的意思 心里还特别不安 结果呢 慢慢慢慢 三年来啊 他自个儿说啊 闭门谢客啊 跟什么人都不见 跟工匠呢 同吃同住啊 学习他的智词技艺 很快就从了一个外行 成为了内行 用他自己的话说呢 就是啊 聚精会神 苦心竭力 所以这三年呢 他学了很多啊 一直到这个 雍正九年的时候呢 他自个儿说 于物料 就是材料 火候啊 就怎么烧 过去没有温度计 拿眼睛看啊 变化啊 什么等等 他都知道了啊 他说 我虽然不敢说 我全都知道了 但是呢 我对这个 怎么如何变通啊 如何增减啊 由原来 只能听工匠了 现在可以指挥工匠了 所以他就觉得自己很得心应手 这属于什么呢 属于一个人的潜能啊 我们讲过潜能吧 被激发出来了 唐英呢 这个到了玉瑶厂以后呢 就很多是具体事物 都由他自己去负责 虽然他上面还有个官员 叫年西瑶呢 只是就是瑶领了嘛 就是向他汇报就可以了 所以从雍正七年开始啊 我们想雍正时期的瓷器 稍造的非常的精美 跟唐英年西瑶有直接关系 唐英就开始呢 奉旨烧造皇室所需要的各种瓷器 这书瓷器里就不仅仅是日用瓷 换句话说 不是日用瓷占最大比例 艺术瓷的比例就开始这个增加了 所以我们就能看到 这书有很多很新鲜的东西 比如我们都知道君瑶是河南烧的吧 景德镇开始仿君瑶打价 打平打小价 仿了很多 我们今天在故宫博物院都可以看到 到了雍正十三年 唐英写成了《陶城济世碑》 《陶城济世碑》写得非常的好 我原来年轻的时候 每回看的时候都感慨万千 他说他烧造了多少个品种呢 创新了57个品种 这57个品种今天都能够 在故宫博物院的这个藏品中找到 唐英为后世作的最熟悉的著作呢 就是他的陶写图 什么是陶写图啊 陶写图就是当年拍的纪录片 我们今天看舌尖上的中国 那就是一纪录片 当时你没有这个设备啊 没有录音录像设备 是只好派画家去画 由他来记录 因为他是一个专家 他知道陶瓷制作的全部工序 他把它分解以后呢 把每个过程都写出来 简单的说 唐英写出来的都是今天电视纪录片的解说词 那么当时这个宫廷的很多画家就派过去了 比如孙护啊 周坤啊 丁关鹏啊 都派去了 然后以山水作为背景 画了景德镇的这一带的这个摇访 陶冶图20幅 陶冶图我们国家的国之重宝 现在在台湾 这东西呢 30年前在我手真边啊 失之交臂 将来讲一集就叫失之交臂 这东西怎么在你眼前划走 当时什么原因 你没有把它这个保留住 最后这东西就流向了海外 流向了这个国际市场 被拍卖 被台湾的收藏家买走 这种以图像和文字记录 尤其是彩图啊 那个上面的青花就是青花 红柚就是红柚 绿柚就是绿柚 画的可漂亮了 这种彩图记录下来 在那种没有录音录像设备的时代 这已经是最好的记录手段了 我们今天能够完整的再现 这个景德镇 康云前三朝年间致辞的工艺 依赖于这本这个陶冶图 唐英在景德镇督陶时呢 他这个人心地很善良啊 他对姚公很好 他关心姚公的疾苦 你只有关心他 姚公才会把很多技术啊 心理化这个告诉唐英 他当时买卖这些东西都是工品 因为他负责工廷的采购 他不吃回扣啊 他如果吃大量的回扣呢 他采购的东西质量一定不好 所以他特别受这个景德镇的百姓爱戴 雍正十三年的时候呢 这个唐英过生日 然后呢 所有的商户呢 就给他写了立了一块碑 这块碑呢 叫唐公仁寿碑 唐公仁寿碑呢 有的写得很 这个那个措辞非常 这个感原情真意切 他这个碑啊 是站在工匠的角度呢 写的 他说大人呢 替皇上之人叫重工之善 就是说呢 看见那个 这个有的工匠啊 不怎么开悟啊 他就精心地指点 使这个工匠终身受益 然后呢 对特别勤劳的人呢 还有讲业 是吧 等等 说有的工匠有了疾病呢 这个找医生啊 治药啊 他还很着急 遇到这个很多工匠呢 就是窘迫啊 没钱了 没地住房 他都给他解决这些实际困难 所以 景德镇的工匠 对唐英呢 非常爱戴 给他立了这样一个碑 那么唐英呢 他的次子 唐英宝奉旨 随唐英呢 在九江关呢 就是帮忙啊 长子呢 唐文宝呢 在造办处听差 接这个唐英的 这个所进的这个慈契 你想大儿子 二儿子都是弄这事 唐英就是说 把东西运到了 这个紫禁城 由这个造办处 由大儿子来接收 给我检查 有什么好坏啊 也不好的地方 给我挑出去 碎了的 给收拾了啊 二儿子呢 在九江关帮忙 所以这个老大老二都跟着他 其实想起来 他的工作状态 还是挺幸福的 那么乾隆在这个 十三年的时候 1748年 记事党上有这么多记载 他说 11月28日 太监胡适杰传主 以宁亲王 德宝说呢 此次唐英 承进的慈契 仍系旧样 为何不照发 这个新样烧造呢 说将这次的 这个承进的慈契 钱粮不准报销 着仪赔赏 这是皇上说的 你知道 唐英做了这么多工作 黄庭对他的 要求如此的严格 惩罚如此的严厉 真是少有 我们今天从文献上 能查到的 处罚唐英的 这个至少有三次 清代的处罚 是实际是真的处罚 就是你自掏腰包 这次你拿上的东西 你自个儿把这钱付了 所以到了乾隆 21年 正月一过呢 乾隆就召见唐英 把他接到北京的圆明园 乾隆很高兴 当面就赏赐了唐英 就说啊 你儿子啊 唐英宝 学习词物 接你班吧 唐英呢 就诚惶诚恐 因为当时乾隆皇帝呢 是最好的时候 46岁啊 男人46岁 是一生中最好的时候 唐英可是已经75岁了 步入这个暮年 那时候 这个唐英 从某种意义上讲 他是可以当乾隆的爹了 你想大了快30岁了 他知道自己老了 精力也不足了 但是他不想让他儿子接班 为什么他知道这事太难干 兢兢业业 所以他很害怕 他就说我干了几十年了 兢兢业业 胆战心惊 你再让我这儿子接班 我真的不知道 我儿子是否能像我这样 能扛得住 所以当年呢 夏天呢 唐英呢 就给皇上写了一奏折 这奏折呢 是这么说的 说我已经75岁了 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吃药也不怎么管用了 我知道我的责任重大 说儿子虽然能帮助我 但是我觉得他还是年轻啊 阅历不高 我恐怕不能很 不能 病不能好了 我只好早早告诉皇上 我不行了 您另选别人接替我的工作吧 然后皇上就恩准了 就说那您退休吧 退休几个月以后 唐英就去世 哎呀 我当时看到这段史诗的时候 觉得很感慨 一个人啊 您想 16岁进宫造办处 75岁去世 中间59年60年 基本上是一个假死 全部为皇上工作 头20年就在宫廷 在皇上身边 后四十年呢 就去景德镇 都陶啊 在这个雍正年间 一直到了乾隆年间 一辈子干这一件事 所以我们今天能看到 所谓唐瑶的啊 这个瓷器呢 这个 你会想念一个人 这一个人呢 就我们今天好像说 买一个乾隆青花 唐瑶的啊 有唐英款的 怎么样怎么样了 你要想这个人 为这件事 整整工作了60年 从16岁干到75岁 干到就是退休那天 退休以后就等于 没有遗想天年啊 退休以后马上就走了 唐英自己 对自己有一个评价 这评价呢 还是挺客观的 他说自己是封臣学者 灌溉陶人 什么叫封臣学者呢 他不是坐在书斋里 他天天干活 但是呢 他在景德镇 这个工匠面前 他确实是一个学者 我们可以从他这种 自我评价中能看到 他自己的这个 一生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一生 唐英作为兔刀官的一生呢 他比前面我们讲的 张英选 郎亭吉 年西遥都精彩 他这一生跟艺术呢 有直接关联 从小到老 六十年间呢 没有离开他 我认为是他挚爱的艺术 我们今天的瓷器艺术啊 尤其清代的瓷器艺术 雍正是最高峰 乾隆从工艺的角度上讲 乾隆时期的瓷器 多了很多 非常精巧之作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这些品种呢 我们喜欢陶瓷的人 都可以到 故宫博物院 到台北去 到台北故宫去看一看 能看到很多 比如一些特别新的品种 我们讲过天价国宝中的 这个套空的 这个镂空屏 套屏 转心屏 焦太屏 仿生瓷等等 都是唐英这个时期制作的 我们如果有机会 去到这个大博物馆 比如故宫博物院 国家博物馆 台北博物馆 以及世界各大博物馆 看到中国雍正乾隆年间的 陶瓷精品制作的时候 应该想想 那幕后还有一个人 叫唐英 唐瑶的品种非常多 因为当时的档案比较齐全 可以从瓷器中找到很多 比如官府博物馆 有一个大荷花屏 故宫博物馆也有一模一样的 非常大 那时候我早年在北京文物商店买的 那时候买这样一件瓷器 跟今天的价钱是天壤之别 那么还有一件 就是我们今天拿到现场的这一件 那个比较之类的 我不会想到 词欣人 对 组的 词欣人 看起来 豆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这很有意思 它的两个空白位写着甲子万年 所以这叫甲子万年笔筒 乾隆八年的时候 档案记载 是这个奉旨烧到了五件 烧到了五件 现在我们能查到的资料有三件 故宫有一件 这儿有一件 市场还有一件 但是在当年的年底的时候 唐英觉得这东西有意思 因为他比较吉祥甲子万年 所以他又烧造了一对 又盛上 又给皇上 那就至少有七件 至于在烧造期间 有没有各种式样 那我们就不清楚 至少有七件这样的笔筒 现在目前发现只有三件 这种转新的笔筒 是一个玩意儿 但是一般情况下不能乱动 很容易出问题 烧到这个东西 它必须一次成型 它不能是在烧完了 去按照现代的工艺去衔接 粘接是不可能的 这个烧造当中 它是第一次烧成型以后 才开始去绘制这种彩词 究竟这工艺怎么烧造的 我也不能太说得清楚 这种转新的笔筒